中華市公司組織條件 由原本的觀光三業客 改名為三市與觀光發展客 未來中間對這個管政府的業務推動 會更有密切的合作 尤其是這個都市價位案上重大建設 就由這個社官客來專業處理 中華市都市價位的項建設業務 等在密接的推動當中 為了加速業務辦理和管戶有效對應的堂口 其公司條件組織 將原本的觀光三業客 改名為三市觀光發展客 原幹部客的建管頂業務也並入三官客推動 我們主要內容是將我們的都市價位 建管業務的部分 包括委員的部分 我們將它為幹部客獨立出來後 合併原來的觀光產業 所以未來中華市的都市價位發展 我們就是這個客來進行 那麼在這方面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中華市中台建設 包括我們鐵路個計畫 我們黨務科的都市價位 我們第二層通販檢討的進行 甚至我們有關我們民眾 環境的個案變更 我們都會非常積極的 有效率來做這個推動 在觀光發展部分 市中都市下官客 繼續發展觀光五大組織 而且發揮更大的 創意和提供效率 推動中華的下期觀光 那麼在我們觀光三項部份 我們特區的 我們都市價位有更多 我們5,000個的店 也在新年我們報議公司 未來在觀光三項附屬設施的部分 由這個團體來做一個 客動和發揮 我們繼續努力發展 帶動重華市會發展 可以做一個健康快樂 成功的好重華 市公司相關客 中華管戶相關處在這對口 业务的王来严格顺庆 和中华市中大都市计划案 与关公发展行销 发挥各大的信号和市民优感 大中华新闻 丹文西中华 彩虹报道